说到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呢 相信你绝对不会陌生的 这回呢 这个话剧版本的这个故事的青蛇呢 又将在上海开演了 那我其实给我们一想 刘德克最深的是这个 电视剧版的这个白蛇传 就是这个对 是 小青和白素贞嘛 没错 但这两位的扮演者呢 演到话剧上之后呢 就变成了两位影后级别的人物 就是秦海路和源泉 哎呦 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同班同学 是的 而且呢 这个那一天啊 刚好是秦 呃 要么这个白素贞庆祝生日 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肯定不会喝熊黄酒吧 不然的话就现缘行了 是吗 肯定猜不到 来看一下 走过了北京台北等地 受到热烈追捧的话剧青蛇 终于来到上海 虽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改编 其中不乏经典 而导演其实早就瞄准了自己心中的青蛇与白蛇 我觉得圆泉比较像公主 有点仙气 这个海路性格还真是比较爽 跟小青有些像 当晚的青蛇确实让观众大饱眼福 韩唱铃铃演足三小时 青海路和圆泉两位实力演员同台标系 更是让人直呼过瘾 巧合的是首演当天恰逢圆全36岁生日 尽管又将生日奉献给了工作 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自然少不了惊喜连连 我家富岑非常好看的非常优秀的演员 圆泉 今天叫生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生日 觉得当演员有 谢谢 喜欢在这个季节来上海演出 因为有大闸蟹 然后今天刚好 苏晨姐姐生日 准备一会儿 我们去慰问一下 修行在250年以下的大闸蟹 蛋糕配大闸蟹的组合 白娘娘的这个生日 恐怕真是难忘了 娱乐星天地 原权生日快乐 上海采访报道 青海路还真的是挺可爱的 说到这个大闸蟹 其实很多人现在这个时候 都非常喜欢来上海吃大闸蟹 不只是他们 不能错过的美味嘛 所以说一定要接下去 继续收看我们的娱乐星天地 好